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八拍哥哥 我是Chris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講的是 2022 年 MIDI 鍵盤推薦大總會 在許多的編曲設備裡面 MIDI 鍵盤的重要性大概僅次於 DAW 還有監聽設備 相信在很多的音樂工作族的工作室 你們都會看到它的足跡 那究竟它是什麼 你又要如何挑選呢 那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曾經我也想要做一名專業的 DJ 和製作人 甚至以百大 DJ 為目標 但當我下定決心要學習時 這些問題總讓我無法忘卻 現在 你有更好的選擇 我們設計了一套系統式的教學 能讓大家同時學習 DJ 及編曲 每個月學費 649 元起 全中文化的教學 除此之外 我們更首創一對一的 學習歷程檢視系統 課程內容 我們更強調實務的重要性 會的 DJ 做的歌 卻不知道怎麼把自己推出去的話 我覺得非常可惜 如果有人可以因為我們的知識分享 而發光發熱 我想沒有什麼比這更有意義 我是八拍哥哥 加入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將帶領你開啟夢想之路 MIDI鍵盤就如同他的名字一般 他是發送MIDI訊號給電腦的一個控制器 只是他的外表通常是很像鋼琴鍵盤 讓我們可以彈奏 他就可以幫助我們去演奏 還有編輯等等 而且他也可以讓我們編曲上更加的快速 所以你認識MIDI鍵盤 第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只有傳遞MIDI訊號 他本身並沒有發聲單元 他並不像一般的合成器一樣 你按上去他會直接的有聲音出來 MIDI鍵盤你必須要接上合成器 或者是接上電腦 他才能夠產生聲音 那接著呢 很多剛接觸電腦編曲 或者是表演的朋友都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需要一個MIDI鍵盤呢 那假設我有MIDI鍵盤的話 我需不需要特別去學鋼琴怎麼去彈奏 首先這邊給大家一個觀念 對我來說MIDI鍵盤它是一個輔助的工具 如果你是一個製作人 你是一個編曲師 你沒有MIDI鍵盤 你同樣可以利用鍵盤跟滑鼠 來編輯MIDI音符 只是說有了MIDI鍵盤之後 你編曲的速度會快上很多 而且絕大多數的MIDI鍵盤 上面都會有力度控制 他可以讓你在彈奏的時候 不至於那麼的死板 聽起來比較像是真人在演奏的 那至於你要不要因為這個東西 特別去學怎麼樣彈奏呢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只是為了方便輸入音符 不是為了要現場演奏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不需要 特別去學怎麼彈鋼琴 因為畢竟編曲還有彈奏 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OK那我們稍微總結一下 如果針對編曲來說 MIDI鍵盤其實有或沒有 就只是工具上面的差別 沒有同樣你也可以進行編曲 只是說有的話 可以讓你編曲的速度大幅提升 那接著呢 我們來稍微了解一下 MIDI鍵盤常見的一些規格 首先第一個呢 現在絕大多數的MIDI鍵盤 都是用USB跟電腦進行連結 當然少部分你還會看到很傳統的MIDI接口 但是那個應該比較少見 那現在也有一些MIDI鍵盤會主打藍牙的功能 也就是說你不需要接線 你直接用藍牙就可以跟電腦連接 只是說通常我們不建議用藍牙連接 因為藍牙多多少時候都還會有延遲 我們不會希望在編曲或在表演的時候 我們彈下去還會有那麼一點點的延遲 那個東西都會影響到 我們工作的效率 或者是表演上面的品質 接著呢MIDI鍵盤會根據它的鍵數會有不同的大小 常見的話會有25啊37啊49啊6188等等這些鍵數 那這些鍵數呢 其實對應到鋼琴上就是多少個8度 譬如說斗到斗這樣就是一個8度 那它可能是兩個三個四個 或者是說像完整的鋼琴88鍵 那這個鍵數呢 也完全是根據你平常工作的習慣 還有平常你會用到的鍵數來進行調整 通常我會建議如果你本身會彈鋼琴 你通常會用兩手去彈奏的話 那你再選擇到49鍵以上 那反之如果你只是跳跳樂器 彈彈單一鍵的話 49鍵以下應該就是非常夠用的 那接著MIDI鍵盤除了琴鍵上面的功能之外 通常還會有一些附加的功能 例如說像打擊墊 或者是說像Fader等等 那這個東西它不是MIDI鍵盤最主要的功能 這些東西也是根據大家的習慣 舉個例子 假設你本身很喜歡用打擊墊來彈奏節奏組的東西的話 那選有打擊墊的MIDI鍵盤 對你來說就會是加分的效果 只是說對我而言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附加的價值 那MIDI鍵盤它本身是鍵盤 所以我們都還是會把重點先放在鍵盤的功能上面 好的 那我們現在知道MIDI鍵盤一些基本的用處之後 我們就來私心的推薦幾個 我們覺得還不錯的MIDI鍵盤吧 首先第一個呢 是NOVATION的Launchkey Mark III NOVATION這個品牌出了非常多控制器 相信大家對於這個品牌應該不至於陌生 那它的MIDI鍵盤也算是業界相當的有名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使用NOVATION的Launchkey 那它的型號也蠻齊全的 從25件到61件的鍵數都有 上面也有基本的打擊墊還有旋鈕 此外如果你是用Evertone Live的話 它本身的Mapping是已經幫你MAP好了 所以你直接接上去都可以用 這對於邊權人來說是相當實用的一個功能 那接下來我們要推薦的是 M-Audio的Keystation Mark III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簡潔有力的產品的話 我相信M-Audio的產品會蠻適合你的 尤其是它的Keystation上面 並不會有太多的Fader 也不會有太多的像打擊墊等等 它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MIDI鍵盤 那加上它的價格是非常的經濟實惠 所以呢對於剛開始你想要簽購一些MIDI鍵盤的話 我覺得M-Audio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像我剛開始結束編曲的時候 我也先選擇M-Audio的產品 那這樣的好處呢 你就可以先回歸到MIDI鍵盤它最基本的功能 不需要去煩惱它額外的那些功能 你也會不會用到 那也因為它的價格比較低廉 所以對於初學者來說是比較好入門 也比較好上手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推薦的是 CME的XT 如果上面的鍵盤都對你來說太大了 像是如果你會常常跑來跑去的話 那這些鍵盤對你來說可能不是太方便 如果你想要追求極致輕薄的話 那CME的XT系列會非常的適合你 為什麼呢 舉例來說以它的25鍵為例 它的厚度是不到2公分 長度也不到39公分 那我自己的實測 它是可以直接放到我們平常背的後背包裡面 所以呢如果你是一個在現場表演 或是說你會需要跑來跑去的編曲者 那這個東西就很好用 而且呢它不會因為它很小台 所以該有的東西就沒有 它裡面雖然很小 但它還是有力度控制的 我當時拿到的時候是蠻驚艷 因為它力度控制的是蠻精緻的 那當然因為它很薄 所以美中不足的是 按下去的觸感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這麼好 尤其是如果你習慣按 鋼琴琴或是電子琴琴琴的話 那它的觸感剛開始要稍微習慣一下 那即便如此 我還是覺得它狹不言語 它仍然是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好那接著呢 我們要推薦的是Roland的A系列 那Roland的A系列呢 也算是業界裡面很有名的產品之一 那近期呢它更是推出了88件的Mk II 那以MIDI鍵盤來說 Roland的A系列它的觸感已經算是相當好的 尤其如果你是追求鋼琴觸感那種全配重的話 Roland的A88它會是相當適合你的 只是說最近的更新它是針對88件的 如果你最近想要購買飛88件的話 它的產品已經有一點點久了 那大家稍微評估一下 它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接著呢我要推薦的是Native Instrument的Complete系列 Ni除了它們軟體之外 它們的某些硬體其實是很多人也是很喜歡的 像我自己也是Ni的忠實用戶之一 雖然說我很喜歡Ni 但拜託你們Bug趕快改一改 好不好用很不爽 好言歸正傳 像是它們的Complete鍵盤 是相當多編局者都會使用的MIDI控制器 而也因為它們自己本身出了硬體 所以跟它們軟體也都會直接的相對應 像是它們出的Contact裡面的因緣庫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跟Complete去多對應 所以呢如果你本身是Ni的軟體愛好者的話 那你在挑選MIDI鍵盤的時候 自然而來可以考慮一下它們家的產品 好那最後一個呢 我們要推薦的品牌是MIDI Plus 如果你的預算真的有限 像是M-Module對你來說 都還是預算有點高的話 那我們這邊會推薦一個台灣的自主品牌 叫做MIDI Plus 以它們產品線來說 不用3000塊就有一個49件的MIDI鍵盤 它是CP值非常高的選擇 當然如果你想要有其他的功能 像是打擊電啊 或者是推桿啊等等 它們也有相對應的產品 那同樣的 它們的價格也都會跟其他的品牌 畢上許多 那大家都可以參考看看 好那我們上面介紹的6款的MIDI鍵盤 只是我們自己的10新推薦 因為其實這個世界上 還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樣的MIDI鍵盤 那每一個功能也都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也只能私心的挑幾個推薦給大家 那以上的內容 我們都完全沒有業配 那是我們根據自己的經驗 還有我們查了不少的網路資料 我們得知了幾個 比較適合初學者 或是說你剛開始要選購的時候 比較好的選擇 那我們也相信 每一個人適合的東西不一樣 而且呢這些東西也是一分錢一分貨 所以大家還是要針對你的預算 還有你的需求去做選擇 那我們這邊有幾個方向可以供大家參考 像是你可以先列出預算列表 接著呢根據你的需求 然後一個一個去挑選 舉個例子 你希望你的價格控制在1萬塊以內 而且呢你希望長度可以在50公分以內 並且呢希望有打擊電 可以有這些東西下去篩選出適合你的鍵盤 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試用 因為呢每一個鍵盤它的觸感 還有它的打擊電 甚至推感等等 這些是沒有辦法直接在網路上描述出來的 若可以的話在挑選之前 盡量還是到實體鍵盤去試用 這樣子才最有機率去挑到 比較適合你的MIDI鍵盤 那這邊我們也不建議 你就直上什麼什麼 一來是很有可能那些功能你都用不到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會造成浪費 二來是因為它很佔空間 那我自己覺得空間也是一個蠻大的考量 因為如果你的工作室本身很小 可是如果你擺一個88鍵 那你本身也不會用到的話 那我會覺得它也是資源的浪費 所以這邊我也不推薦什麼東西都直上什麼 還是要根據你的需求還有預算去做調整哦 OK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在這邊 希望大家對於我們2022年MIDI鍵盤大推薦 能夠有個初步的認識 如果你有什麼推薦的品牌或是型號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或是影片上的建議 下一支影片你希望看到我們介紹什麼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哦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